澳洲重申重大決議 三件突發事件觸動中南海 專家解析 中俄为何成美国最大威胁 水扬京县两个月亮 生存危机 二十多岁求职者面临找工作困境 澳大利亚参议院全票通过紧急议案 重申联合国2758号决议 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这一举动 似乎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度升上了另一个高度 近期 三件突发事件更是令中共的局势蒙上一层阴影 马英九以往以亲共著称 主张与中共和谈 甚至曾公开支持中共的和平统一理念 这次 他在泰国的公开演讲中 突如其来的宣称 我完全不赞同共产党 习近平也知道 他进一步补充 我主张和平民主统一 没有民主 只有和平 这种统一没有意义 这些话语与他过去亲中共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资深出版人严纯勾认为 随着中共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台湾民主发展的不断深化 马英九似乎感到中共政权的未来岌岌可危 他试图调整自己的立场 避免与即将崩溃的中共政权深度绑定 以免在未来的历史评判中落得个不光彩的角色 所以今天马英九才表示反共立场 不是他突然想通了 而是时事打脸 他不得不偷换自己的立场了 针对马英九突然反共 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马英九在过去比较强调说是和平统一 但是这一次的讲话 他就比较强调说是和平民主统一 就是凸显了民主这样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应当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因素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一种空前的 在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一个严重的危机 甚至就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 他的身体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种红色极权专制的这种体制 其实他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 已经都没有什么前途 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日薄西山的这样一个征兆 这样一个趋势 唐靖元表示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跟国际社会有关 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国际社会上面 民主阵营现在是日显强大 在美国这边呢 是美国民主党直接把这个里根总统的六项保证的内容 就直接纳入到了民主党的这个党纲之中 在下一季的大选之中 就不管民主党他未来能不能够当政 但是至少他凸显出来说 美国以及美国为代表的整个民主国际社会 对台湾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大幅度的增加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包括在俄乌战争 以及像以哈战争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主体制和独裁专制暴政的这种对抗之中 也是在开始占据上风 整个大的形势在扭转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因素来讲 可能马英九他开始意识到 就是中共这种专制体制已经是时日无多 那么这个可能是促成他比较去凸显民主这样一个因素 说要统一我们也必须得要先民主 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中国大陆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8月5号发文 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 宣称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统一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 做好中共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迫在眉睫 文章发表后遭下架 这篇文章提出 在与金门接壤的厦门祥安区 泉州南安市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 模拟真实的台湾政权架构 有分析认为 在中共专家的思维里面 一旦真的统台意味着要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 进行类似对新疆的集中营市改造 对香港的大陆化改造 甚至还可能要搞中共建政初期在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 是要大量死人的 不过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又下架 引人联想 下架的一种可能是确实犯了中南海的大忌 有泄露机密之嫌 严纯沟表示 中共已经在为武装占领台湾后 实时接管权力 用中共的统治手法 把台湾实时变成中共政权的一个省 马英九明白了没有 另外 刚过去的北戴河期间 中国人民大学推休教授冷截府在公开信中建议 中共主动退场 以联邦制为框架 推动两岸合一 有分析指 这一呼吁 反映了部分中共内部人士对现行政策的不满 并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 冷截府的公开信提出 两岸应在联邦制框架下 共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尽管中共对这一建议并未给予明确响应 但该信件在网络上的传播显示了中共内部 对台湾问题的不同声音和对未来的担忧 对此 唐靖元表示 其实这背后凸显出来 一个区区的普通高等院校 都可以授命来制定要接管台湾的若干计划 那对中共高层来说 类似这样的计划 他们是早就有了 是非常多的 唐靖元表示 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接管台湾的计划 它凸显出来一个非常本质的特点 就是它对台湾只有武力的入侵和吞并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所谓的和平统一 所以尤其是他提到包括要筹建所谓的影子政府 以及公开的说要对台湾岛内的这些所谓支持统一的这些力量要进行整合 说白了 也就是说要在台湾岛内培养这个亲共的第五纵队 那么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要武力入侵台湾而去做准备的 那这样一来 它就等于是自打这个中共的嘴巴 中共到目前为止 至少官方还在公开的宣称说 他们是以和平统一作为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方案在考虑 甚至还要说推出以这个更新版本的一个所谓一国两制的方案来进行统一 那不就相当于他自己承认了这些所谓的和平统一 所谓的一国两制其实全都是欺诈 那么他真正的本色其实是要动用暴力动用武力的 最后唐靖元补充说 这样的方案流出来 它其实只会起到一种相反的作用 就是会刺激到台湾社会上上下下 可能会对中共有更加强烈的戒备之心 包括整个国际社会 可能因此也会加大对台湾的在一个全方位的支持 8月21号 澳大利亚参议院全票通过紧急议案 重申联合国2758号决议 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也未决定台湾未来在联合国的身份 这一案进一步确认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并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提出了挑战 此消息一出 网络上一片叫好 打中共的七寸啊 把流氓中共赶出联合国 至少赶出常任理事国 8月20号 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二天 活动的主题是对美国未来的大胆设想 传达民主党及其领导将转向新一代的信息 在第二天会议期间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马克高也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 他表示在中国构成的潜在挑战方面 两党合作是毫无疑问的 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甲博士从四个方面发表了他的观点 第一点是地缘政治的挑战 而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野心 直接威胁到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与利益 其中中国在亚太地区 尤其从东海台海到南海 积极推进领土主权的主张 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全球影响力 而俄罗斯则通过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来重塑后苏联时期的势力范围 进一步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陈文甲博士表示第二个方面是国家实力的增长 中俄两国在军事经济与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 削弱了美国的相对优势 其中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 并且在高科技产业 特别是人工智慧跟5G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 而俄罗斯则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能源资源 让欧洲形成对俄国的一个重大依赖 并且在网络战和信息战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陈文甲博士还谈到了美国与中俄两国 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美国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 推动全球民主化进程 而中俄两国则代表专制极权主义的另一端 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 其中中国在全球推广的中国模式 透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影响发展中国家 而俄罗斯则利用信息战术来干预他国的民主选举 销入西方社会的信任与临聚力 最后陈博士强调联合行动的紧密 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日益紧密 形成了对抗美国的潜在联盟 而合作体现在联合军事演习 经济互补 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抵制西方影响的行动 而这种联合行动加剧了美国的战略压力 使得美国同时存在多个战略方向上的重大挑战 因此随着中俄的一个崛起跟联合行动 从地缘政治 从军事实力 从意识形态 到联合行动等多方面的挑战 在在都是美国的一个全球领导地位的一个威胁 这使得中俄成为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 从而让美国对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以及维护世界秩序成为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任务 北京时间18号当晚 辽宁沈阳网友拍到天空中同时有两个月亮 也就在当天早上 四川成都市民拍到天上同时有七个太阳 网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当天正值黄历7月15 一轮满月挂在天空 照亮周边的云朵 在这轮满月的下方 另有一个圆圆的月亮 躲在云层后面 比上方的月亮稍小 拍摄者告诉陆媒 视频是8月18号晚在沈阳市拍摄 两个月亮的场景只维持了十几分钟 然后第二个月亮就消失了 就在同一天早上 成都市有网民在四川华西医院拍摄到七个太阳 影片中可清晰见到 云层上方七个太阳呈现直线排列 最亮的太阳位于中间位置 其右侧的四个太阳亮度依次减弱 左侧紧邻的一个太阳亮度稍减 而最左侧的那个则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和最右侧的太阳亮度差不多 也有网民忽略了最左侧的那个影子 认为是六个太阳 海外X平台上许多网友评论称 太阳多了代表主位纷争 这种意象在古籍中多有记载 对此网民纷纷留言 天象对地象自古有记载 日薄西山乱亡出现 这是要出大事啊 这说明中央里面有人要造反 近年来 各种意象在中国大陆不断出现 多地曾出现四个 三个两个太阳的景象 但同一天一早一晚 出现多达七个太阳 两个月亮还是首次 有网民感叹 看来中国真是要变天了 近日 一则关于年龄的招聘新闻 引发了广泛讨论 根据网民发布的帖子 深圳喜茶某门店在招聘时 明确规定 只招收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的应聘者 一位28岁的求职者因超零被拒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并使这一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20多岁的求职者 因年龄问题被拒并非个例 类似的讨论早已在网络上出现过 例如 26岁女生应聘瑞幸被嫌弃年纪大 和23岁找工作 因年龄大被HR拒绝 也曾成为热门话题 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无奈和愤慨 认为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不少网友纷纷表达了 他们对这种现象的不满 有网友感叹 60岁退休闲早 35岁找工作闲老 现在20多岁求职者被嫌弃年龄大 真是让人无奈 之前我看到附近一个母婴店招人 我进去问 一个店员问我有30妹 我说34了 他说34不招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另一位网友指出 才20多岁就已经被职场疯狂嫌弃 读了十几年书 最终只能换来三五年的工作时间 就已经被剥夺赚钱的机会 又要学历高 又要年轻 不要35以上 又要延迟退休 你们到底要让人怎么活着 对此 另一部分网民说出了市场竞争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卷 一堆18、20岁出头的在那等着 不用什么无险 给个2000块钱就能干得很好 一个走了 马上就能补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要28、30岁的呢 他们认为 年轻求职者的生活成本较低 企业自然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 有网友进一步指出 全日志本科35岁以下 不是央企国企代的头吗 有网友认为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市场的竞争激烈 还涉及到法律问题 如果国外单位以这种理由拒绝录用 属于违法 是要向应聘者支付赔偿金的 还有网友评论道 40岁干工地 精神得很 不抓源头就业 就鼓励生育 拿什么养 不知道怎么想的 面对日益加剧的就业市场竞争 年龄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考虑因素 如何平衡企业用人需求与求职者权益 值得社会各界深思和探讨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发送到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